与新张家伟曾参与过大时代多情城市等剧 是知名的八点党演员 近期则以全新造型回归民事爱的荣耀 角色从交叠的千金小姐变身帅气旁客女 值得一提的是原本她是胡瓜节目固定班底之一 却被眼间观众发现默默消失了 对此民事也回应了 据Court1报道 张家伟自2022年9月开始加入由胡瓜领军主持的综艺大集合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 一行人也养成良好默契 甚至会在收工聚餐 4月底被目击到 张家伟与瓜哥一票人先去按摩 紧接着和阿翔、蓝蓝等全员一起享用晚餐 结束后也开心看大家道别 没想到6月初却传出 张家伟近期嫌少现身节目 就连官方粉丝页也嫌少有她的身影 以往贴文都会标注主持班底 她也消失其中 而胡瓜节目上过寿 制作单位也是发其他主持群的贺图 一连串举动也被忠实粉丝发现直言 张家伟退出拉 对此民事也回应 张家伟于5月底就被征召进民事八点打败的荣耀剧组 所以暂时如法配合出外景 民事已同步转之制作人及主持人胡瓜 不仅如此 张家伟传出上位与民事凤凰一门续约 经纪人也透露 家伟是因为回归八点打 还有要出国进修 所以才请辞 希望外界别多做揣测 据ETT Day新闻云报道 她年底留学地点 预料会是菲律宾面语文学校 而她主持的缺姜由赖慧如地谷 而近期她积极回归爱的荣耀剧组 剧中饰演高冷又有魅力的张元美 角色也转型成旁客女 为此她也下了许多功夫 不仅把以前饰演千金女的交叠口吻全删除 还听了很多摇滚乐 看看了许多影集从中找到角色定位 连造型也不马虎 这次挑战也让她被决新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